继续我们还要带您探访智商高门槛才能进去的组织门萨 这可以说是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 它建立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长达77年来维持一贯的只收天才这样的高标准 你要入会你必须通过智力测验 必须智商达到全世界的前2% 听到这里光是这就是超高门槛 让门萨充满了神秘色彩 在全球吸引了超过14万名的会员加入这组织 台湾是在2015年引进门萨口场 直到2020年才获得国际门萨认证 而这次报道就要为您揭开 被封为全球顶级天才俱乐部的神秘面杀 这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全身贯注在手里的花衣作品 不是因为茶花是他们的共同嗜好 集结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属于 被称作高智商组织的门萨 之所以被称为高智商组织 是因为门萨的入会资格 是一个智力测验 只取智商在金字塔顶端前2%的人 门萨的两位创办人 Lancellet Weir和Roland Berreal 分别是一位英国律师和澳洲的科学家 两人偶然在火车上认识 化疗的投机就决定共创一个聚集聪明人的俱乐部 并取名为MENSA 拉丁文的原意是桌子 象征着以圆桌聚集各行各业的聪明人 互相交流碰撞思想的火花 国际门萨创立至今 已经有超过75年的历史 比联合国还久 全球会员超过14万人 分会分布于将近50个国家 但过去亚洲地区只有香港和日本有门萨分会 所以看到了周章国家都有门萨 台湾没有情况之外 我想好既然没有人做 那我自己来做 所幸何继珍在2015年将门萨考场引进台湾 让许多从小就听过门萨的台湾人跃跃欲试 戴上手套准备清理马达零件的这位黑手蔡玉威 就在四年前考进了门萨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团体 让我非常感到有兴趣 让我有机会可以进去了解 这个东西 就觉得好像得到了一个成就这样 他小时候就做过卫视智力测验 测出来智商超过140 因为高智商对我自己认知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东西 比较少人会去研究这一块 那一直觉得从小 因为小时候也做过卫视 那分数也蛮高的 那发现周围的身边人 都没有在接触这个东西 就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小众的东西 有天才智商的蔡玉威 没有继续朝学术界发展 武专毕业以后继承家业研发震动马达 但偶然看到新闻报导一个高智商组织 挑起了他的兴趣 这个测验是由经过门萨合可的心理师出题和改卷 智商落在前2%的考生就能获邀入会 拿到这张太精致的台湾门萨特制会员卡 就还蛮幸运你有通过 那时候超高兴 真的超高兴 渐渐的台湾门萨在国内打开知名度 吸引越来越多考生报考入会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正成立了临时门萨 台湾在短短的一年多之间 从临时门萨快速跳到两级 达到最终阶段 目前打破了全世界最快成立的记录 加成效应的推波助澜下 台湾门萨在2020年获得台湾政府认可 成立人民团体 同时也获得国际门萨的认证 成为代表台湾的完整国家门萨 门萨的智力考试 跳脱了标准教育体制的框架 他们更注重个人的逻辑思考能力 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我观察 其实高智商不算是一个 比较优异的状况 个人 我个人而已 那我认为它比较像是一个特质 它反而比较像就比如说 其实我们这一群人都会有这个特质 所以其实聊几天来 交起朋友来 特别快速 特别就是比较不会有间隔 因此对许多不是背着教科书长大的会员而言 获得入会资格无疑是一个自我肯定 搬动着锅里的奶油 熟成牛排在一旁等着下锅 长厨的这位是神炳汉 本身是一位法式餐厅厨师 今天邀请门萨的朋友们到家中品尝他的手艺 我在厨房工作 就是每天就是进行高时间高压的一个场所 对其实对自己心理压力很大 那如果我来社交的话 其实很多听到的都是一些称赞的话 对那相对来说 我来社交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 对然后因为大家给了称赞所以我也会蛮有自信的 神炳汉高中与毕业各走进厨房练厨艺 这次聚会里准备的食材是哥哥沈伯佑提供 经营精致食品制造的沈伯佑大学也没有练完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没有高学历 但是我想要让别人证明我可能姿质还不错吧 所以我当时就去考 结果就莫名其妙就上了 所以也许这也算是证明说就算没有高学历 但是我也是能力也是不错的 我觉得这很感觉 兄弟两人先后考进门杂 除了获得自信 也交到了平常可能欲望的其他行业的朋友们 像是化学机械工程师郑育成 和数据科学家陈谦 大家呢平时就和一般朋友聚会没什么两样 一起大袋美食聊天说笑 背景多元的门杂会员们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共同特征 只要够聪明就有一个和大家平起平坐的舞台 其实我这个我们里面最大价值其实就是这些会员 是大家的这些知识库跟这些专业 而台湾门杂扮演的角色是举办像花艺客这样的另类圆作会议 给大家一个轻松交流的平台 除了每个月不同主题的棋会 门杂的会员交流更是跨越国际 我们国际门杂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叫做SIGNT 那是SIGHT 那简单来说它是一个类似世界各个国家交流的一个机制 台湾门杂会员到其他国家可以参与当地的门杂活动 也能够接待来台湾的国际会员 这样的国际交流更是吸引会员加入的主要原因 聚集这一群高智商的青年 不只是为了交交朋友 吃吃饭 他们还不断想着未来可以往哪里走 常常在新闻上看到说这些高智商的人 然后他们来做什么 那当然刻板印象里面有这些刻板印象的人 做医生做工人 那除了这些人之外 陈谦和郑玉成是现在台湾门杀的副理事长 分别在海外留学和工作过 两人海归后 发现台湾有许多高智商的人才 但受限于各种的体制规范 让他们僵化了 其实大家已经都完全就是被局限在一个小世界里 那我们会有一个很 会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或目标 我们要提早甚至从教育 或者说刚出社会 我们就要帮他打破这些框架 让他们知道他们哪里都可以去 什么都可以去尝试这样子 所以他们未来除了推动更多兴趣取向的主题 例如美资美衣等 还要加入企业参访 职业探讨等产业交流活动 目标更明确地发展台湾门杀 所以我们不是要帮大家开任意门 但我们是想让 比如说让企业主 或者让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人 知道年纪真的不代表什么 那我们可以有方向性地去 培养这些专业的一种能力 或者专业的人才这样 正式成立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到今天已经有超过千人报考台湾门杀 正式会员大约有700人 所以台湾门杀本身就和会员一样 还年轻 还在起步 但这一群高智商的台湾青年 继续寻找知己和舞台 希望发挥自我潜力 立足台湾 放眼国际